全油管最快新闻,北京时间11月14日,CBA常规赛第十轮,广煞以96-90终结浙江队六连胜。 浙江队开局9-3领先,但广煞11-0攻击波反超比分,并将领先扩大到两位数。 浙江迅速反超,但下半场陷入犯规麻烦。 决胜时刻,孙明辉连续得分,率领广煞取得胜利。 他得到37分,成为本场之星。 其他表现出色球员有胡金秋、奥利福、于家豪和吴钱。 本场比赛,广煞队凭借孙明辉的出色表现终结了浙江队的连胜记录。 孙明辉在下半场连续得分,率领球队逆袭,并在决胜时刻贡献关键得分,展现了领袖气质。 同时,浙江队在下半场陷入犯规麻烦,失去了领先优势。 这场比赛展现了CBA常规赛的激烈竞争和球员个人能力的重要性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